京剧大师于明奎葬礼,死因心酸,儿子于荣光泪眼相送,上千人祷念。 图,于明奎,1930年10月生于北京,京剧表演艺术家,新疆京剧团团长。自幼于明春社学艺,上世纪50年代曾出演名剧《杨家将》、《江湘和》等。 1955年赴新疆发展京剧,1961年拜求圣荣先生为师,成为球派入室弟子,文武戏功底剧家。 2010年10月1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80岁。 其子是中国著名演员于荣光。 图,于荣光是名副其时的新二代,媳妇于明奎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,于荣光自幼随父学艺,成为红极一时的京剧舞生,后步入影视圈。 他扮演的角色素艺硬朗,冷峻的江湖汉字为主,被誉为开内地硬派笑声之先和者。 于荣光与父亲于明奎之间曾有助教身的隔阂,但浓浓的父子情却又难割开。 2003年,于明奎罹患肝癌,于荣光隐瞒病情,直到老人于2010年10月1日去世时,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重击图。 于明奎是京剧界的名爵,自小就在京剧名家李万春的明春社学艺,主攻花脸行当,上市纪50年代他主演的杨家将火遍京城,他的戏路很宽,文能演摇期,扎美岸,五能人或烧于红,嘉欣甫,是京剧界文物俱佳的奇才。 图,在2010年10月1日12时27分,京剧表演艺术家,新疆京剧团团长于明奎在北京逝世,享年81岁。 余明奎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并于10月5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公墓竹厅举行。余荣光亲自送别父亲,另外还有上千细迷前来悼念。